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讲一个香港本身的问题 不过海外的听众不用担心 因为为什么呢 讲香港大家似乎好像很疏离 不过其实是反映了内地的政治文化 和香港的结合 香港有些人觉得入侵 这个就各有各的用词用语 因为为什么呢 有些情况一对比起来是挺相似的 说什么呢 我从民生角度去说 最近香港加 加什么 公共费用 公共事业 这个交通工具 巴士 大家都说加 轮船等等 跟着电力 已经说到大幅加 你说每年都加的 但是今年大家就很生气 大家稍后听听我说 关键就是 早前国内或者香港官方不肯宣传 由乱到治 由治及轻 是吧 已经说了很多了 官方也都说已经是帮你做了由乱到治了 这是北京经常说 我帮你搞定了 香港特区政府 意思就是用高压 用各种方法 令到表面上稳定了 所以由治及轻就是你特区政府的工作了 好了 现在就是滚瓜难熟了 大家官员建制都说由治及轻 不过眼前这个公共事业和很多公营事业大幅加价 令到市民就开始有不同的解读了 他说由治及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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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着现在都说尤字及慶就是辣到你很慶那个慶 就是声音的声不要下面以字边做个火 甚至有些人说现在是尤字及慶 慶是什么 下面就是全部受慶 卖光就是荷包没了 现在民间有很多这类的解离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牢气了 连建制派 大家都知道建制派一直都是保价护航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都说你这样电力公司赚到尽 不行 没有社会责任 或者社会责任的比例不同 建制派都在吵了 不过似乎建制派就骂政府 罵得不多 或者真的都有 最多说它监管不力 好了 今次市民的反应或者反弹怎么这么牢气呢 首先一样东西 你过一段时候就要跟电力公司谈的了 哦 原来在谈的过程里面 人家比政府还聪明过来 结果现在人家赚到尽 以前比较早的了 百分之十三的所谓合理利润 后来降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好 现在呢 就用国际燃油的价钱呢 就骂了 按的机制可以加 无论怎样计数都好 那政府你去和它 大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呢 你是应该努力去平衡商界的利润和市民的利益的嘛 但是现在结果出来不是哦 那个答案呢就是 实际就是商业机构是赚到很多 而且没什么太多的社会分担 虽然它有回购等等 但是你看实际数据呢 那个增幅是相当大 有些人形容是相当惊人 而政府是OK的 成为事实了 政府说我都努力了 平衡什么什么 但是你说的嘛 是吧 所以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监管不力 好了 很多人漏了一个point 就是大家值得观察的 就是说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对电力公司 它那个监管或者很努力 都监管不了 仍然是加价的话 那开始现在有消息出来 或者有个有个舆论出来 如果是这样 要引入新的竞争者了哦 引入新的竞争者会从哪里来呢 会不会从外国请来呢 是吧 那现在两家电力公司都有外国的元素呢 或者外资的元素呢 如果你引入新的竞争者是怎样呢 那当然是大陆的公司来香港了 是吧 那这里立刻就让人想 过去是曾经试过的哦 大家记不记得李鹏那位千金啊 是吧 那他当时是三大电网里面的首脑之一哦 其中一个电网的首脑之一哦 那后来李鹏又下台了 那自然呢 就是以前可能是女朋友富贵 那后来呢 就是啊 飞入尋常百姓家 这个是规律来的 是吧 所以那时候呢 如果大家记得的 已经是讲过 说大陆的公司可以来香港 那就可以慢慢竞争 令到那个电力的价钱有竞争性了 是吧 两间电力公司分好地盘的嘛 港灯的香港这边 和这个中电就是这个九龙 新界等等这样 分好了嘛 那当时呢 国内来的公司提出一样东西 就是说 可不可以分一小部分的市场 当时就讲新界北部是靠近深圳那边的 因为那里呢 人口就比较稀疏 那你要建立电站等等来说呢 投资成本效益呢 就相对弱点的 那所以呢 往往发展边锤地方的电力呢 就是在电力公司的考虑里面呢 就要计算人口多少 那大陆那时候就说 哎 不要紧了 我来开发啦 那但是后来始终不成事啊 不成事的原因就是说 喂 我市场香港肺肥肉来的嘛 你踩着脚来 你会不会慢慢慢慢越成越大呢 所以当时呢 是有很多背后的结果 曾荫权年代来的 不成事啦 是吧 好了 现在突然间又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哦 那会不会慢慢形成了一个规律啊 就说 你香港自己搞不定了 我大陆的人帮你搞啊 喂 那两制 那个计算就越来越模糊了啦 好了 从这里 大家你会发觉呢 就是所谓找契机 你看 防疫 防疫的情况之下呢 你香港搞不定就是我来的啦 那所以很多服务啊 很多的设施是要向大陆买 或者要租 或者要用它的资源 那所以香港现在疫情多少钱呢 用了多少钱呢 大家都说 没卖到单啦 那因为你现在还在做的嘛 最低限度几千亿啦 那这个来说呢 就是大家的荷包的问题啦 那再看一下医疗 那现在你说医疗有很多人走了啦 那于是国内就有一些名单 现在就十几个十二个左右 现在呢 我来帮你培训啦等等 我不是拒绝 不是抗拒 我只不过是说 这种这样的融合 那你是要讲质数啦 讲这个机制啦等等 那现在这个出现的情况呢 就是说 你特区政府或者很多人管得不好 你管得不好 我来啦 这个趋势会不会慢慢又成为常态呢 那如果是这样 教师又怎样呢 香港教师走多了 我大陆来了 或者我在香港培训个新的人上去啦 这个才是大家是很关注的 因为你涉及到质量问题 而这个质量呢 是按照两制香港惯用的那个标准的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呢 为什么大家 除了说个荷包 哇 真的加价那么多 是肉痛的喔 除了这样之外呢 就是特区政府的表现了 那很多时候就说 哇 你这样批评政府 你善意的就OK 如果你恶意攻击的就不好 那这个是怎么分呢 市民那个的不满情绪 以至很多人提意见 如果你是将它看成是一个煽动不满 煽动仇恨 那这个界线呢 又是很含糊 又很难 令到大家是真的有建设性的语言跟你说的喔 所以这个呢 就令到大家感觉到政治文化 那个管治文化 有没有跟大陆吹童呢 是吧 好了 从这里来讲呢 接着大家就开始再看这件事 喂 这一件事 政府跟两天谈的时候 一早已经谈到知道的嘛 而且知道呢 那个的加幅呢 不止第一天公布出来的 几个percent而已 后来原来发觉呢 这个不是弹弓手啊 是弹弓口啊 弹弓口啊 就是说官员出来解答 加不是很多个percent 原来 它是将明年一月的加幅和现在十一月 那个做比较喔 你common sense都不是这样比较的啦 是吧 你一般常识 你当然是从它加价和去年的同期做比较的嘛 一比较之下 因为还有啊 你还有很多那个基金等等 你拿不拿出来呢 那虽然你说 哦 是这个商业的决定来的 它存起来 有需要需要拿 但是你政府 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的嘛 西方 西方国家的政府怎样去dual 怎样去和那些商家交易呢 它自己都有方法的嘛 要不然就应验了 一流人才在商界 二流人才在商界 三流人才都在商界 那政府的人才是多少流啊 这个不是现在讲的啦 所以我们不是说 贬低你特区政府 而是说 你不要将这些这样的不满 一下子就上升到 你挑起仇恨啊 不满啊 我经常讲 不是传媒 不是舆论 那个因果关系呢 市民的不满 最主要是来自你那个政策的水平和执行水平 是吧 这个 如果你这个打官 打得好的 做得好的 你不需要说怕别人 抹黑的啊 是吧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说 你那个比较日期 你不是弹功口啊 好了 当日已经有人指出来了 你这样比较不对的啊 跟着呢 第二天就说 啊 对不起 误会而已 误会 以后我们会注意的啦 喂 这种这样的态度 是吧 大家就说 包括传媒啊 他后来说 这一个比较的时间 不合当 喂 在开会 立法会之前已经有人指出来了 喂 这样比较不对的啊 是吧 但是 既然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 你这样比较 是一个误会 为什么这个误会又会出现呢 是吧 这一点 才可以 才给人感觉到 咦 是不是打算拒絕拨 没什么人发现 过了骨啦 但是 很聪明啊 用家 传媒 以及商界都很聪明啊 是吧 包括两件 它说 我们自己看到啊 如果你一早说明是这样 大家都会骂 不过 大家会就是 按现实 骂然的过去啊 但是你现在 明知道所谓的误会 但是你让这个误会发生啊 是吧 所以 去到这里的时候来说呢 更加 反过来要讲一些情况 就是大家 你记得 现在所谓由乱到治 是包括了所谓改善和 或者完善啦 那个政治选举制度嘛 但是大家现在发觉 改善了 完善了之后了 官方说了 那那个施政效率会怎样呢 或者那个监督的效率会怎样呢 是吧 那这个大家就 就这件事里面呢 就很多问好了 好了 那你说它做得不好 又不是哦 有些就抓得很紧哦 哦 大家市民就比较了 哦 原来政治工作呢 抓得相当严谨 啊 不止一百分 是二百分呢 是吧 那其中有些什么呢 最近二十大啦 那接着呢 大家各方面学习啦 老实说 我不反对啊 你当然要知道国内讲什么 那个方向是怎样的 我看这些文章 人们都说我傻的 为什么我看得这么多 我看得这么阔啊 尽量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啊 但是呢 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 握这些握得很紧哦 或者真的很重视哦 你看现在政府机构 或者 哇 很多的半官方机构 其实都有二十大的政治学习哦 我说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你们不要紧要学啦 因为你们是要吃着它的饭 或者你觉得是有需要学的 那你就去咯 是吧 不紧要的 各式其式的 只要你不要去到一个 妖民 商民 也都不要将你的精神 就只是放在这个政治 而民生经济呢 你就放得次要 那我不是说现在有些人这样 但是的确呢 你现在在这次这个加价事件上面就被人感觉到呢 对比起其他的政治事件呢 政治的任务呢 现在是重要过现在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那我又举个例子 现在你学习二十大那些地方呢 那些活动呢 有时候呢 这次呢 是说明了 是不设所谓的数量 你不设的数量呢 就是任你搞 那结果这个蹦蹦声是比过去那时候 各级那个学习二十大的活动呢 多了 那跟着呢 有些地方是硬性的 硬性是怎样呢 说明了 你一定要在多少号 就是有个限期的 这一日之前 你要搞多少活动 还有你要交人头的 所以说交人头呢 有多少人出席了 跟着 你还要交报告的 三条线设定了 以前都 你说学习重要 但是是不是去到这样呢 我都说 我不会把两者对立起来 但是问题呢 大家老百姓就是重视你那个民生经济的工作 多于你这个这样的政治上面的部署了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时候来说呢 你就会发觉那个政治文化 但是如果是变了一个影响民生的那个来说呢 那似乎呢 就不是大众之福了 再加上如果你那个政治文化 总之我完成了一个什么 尤其是现在是政治任命的 都有很多那个官场规矩呢 已经好像国内那样了 那如果是这样来说呢 就等于我昨天说的 你那个地方的管治水平是怎样的 干部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会影响到你那个社会稳定的 大家都不想 大家都不想 香港现在呢 都是 你说出现问题 你这个烂船都有三斤钉 现在疫情之后呢 大家希望谷起 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要谷不谷起 要看你那个实干力度和水平 所以都是那句了 市民努力自求多福 增强自己那个抗衡疫情的能力 官方好好地提高你的水平 这个是习近平7月1日来香港 他说的四个 里面的第一个来的 提高管治水平 尤其是民生 经济 那么这些来说呢 就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还有建制大力监督啦 是吧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